字幕-網賞-堤教學中心 各位大家好 我身處市場的是浸會大學的體康研究中心 在我身邊的是您數千個很認識 施政報告剛剛也出了 在體育項目裡面 其實涉獵的項目的政策都不少 我數過總共有13段 不過坊間好像比較少的討論 所以今天我就跟雷Sir來談談 關於新一屆施政報告裡面 關於體育政策項目的一些看法 對 多謝你 首先想問一下你 我知道今次的施政報告 其中一個重點 政府決定用1.3億 是資助體育會去制定2022年的亞運會 對際球類比賽的計劃 你怎樣看 這是做得非常好的 第一就是由我們有體育政策 由03年康體發展局解散 04年成立一個體育委員會 就有一個比較有規模的資助精英體育 因為現在的政策 基本上政府的錢只有這麼多 餅長這麼大 你又要資助它又要獲獎牌 自然就會傾向個人的項目 就容易獲獎 例如單車一個人 我們有一個李維斯 雷Sir年有一個金寶 再早一點有一個李立山 對 個人項目來說 從資助拿牌的角度來說 是容易的 但對際項目 例如籃球排首 籃球足球 這麼多人 例如潮玩的一些對際 例如現在很喜歡打籃球 籃球 這些養一隊 甚至籃球 其實都很困難 他們很多人 對際項目來說 通常在資助角度 需要的資源很多 所以這次先典報告的政策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方向 因為如果你將計成績 先給資助 將對際項目 和個人項目 放在一起 那就可能永遠落後 對 所以這個政策 是一個德政 所以現在 其實香港有很多 球類運動 都發展得不錯 不過就好像 以前說 往往缺乏一些資源 就可以去那些方面 其實說到1.3億 就好像很多 但其實分開都不是很多 而且是一隊的對際 很多人 例如你打籃球 你看到五個 還有副選 還有其他的教練 還有 例如他需要一些 運動醫療的支援 對 所以其實那個 錢來說 我覺得 OK 但這個起碼 還有一個起步 要試一下 沒錯 起碼令到 大家會覺得 參與對際項目的人 就覺得 不支持 其實不是 所以這個也好 但另一方面 都要是對際項目的 這些項目的 體育總會 他那班人真的很熱心 和政府大家互相合作 因為現在說到2022年 其實目標都是 踩一街的阿雲 然後制定時間表 不可以只說資源 另外 例如地區人士 提供一個 盡可能的場地 或者有什麼支援 因為我們不同的區 其實那個訓練的特色 模式也不同 有些地方更大 新界區 可能的空間比較多 市區地方比較擠迫 如何協貼 所以這個再說下去 就是我前一陣 跟體育專員談過 他們都說 都希望可以借出一些學校 給一些地區的體育會 去做一些球類運的訓練 我想這個正正 都可以配合到 這個理論上的方向是很好的 但是學校 所謂的難度在哪裏 持份者 持份者也會有個憂慮 怕人士進來 怕打球 弄壞籃球框 日後可能不能上課 但這些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去談 譬如用一個註冊制度 比如深水埗區 有一班的籃球隊 想在那間學校進行訓練 這些全部都是認可的會員 不是所謂你不知道 在街上罵出來的 你可以從這個平台做一個起博 你當學校的團體 對於那班使用者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互信 我同意 我最近看到深水埗的校長 我就問他們 如果怎樣呢 他也是關注點 會不會其他人進來 又不知怎樣 管理 保安 所以如果有一點註冊 或者是等 但我又覺得 如果用區議會來做一個擔保 你保證這些 校長真的會放心很多 可以 這個可以研究 好 我們講到這個關於球雷運動 我們再跟你談談 另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這個 我覺得是好的 有一個新措施 就是資助一些現役 或者退役的運動員 他有一個運動的發展基金 不讓他繼續可以 去讀書 或者做其他事情 你覺得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好的 因為運動員 其實最黃金那段時間 就是由十多歲 可能中學到讀大學那段期間 其實他就集中了去訓練 即是沒有時間去兼顧兩項 外國很多大學 都有一些所謂運動的獎學金 給他們 而這個獎學金 未必好像我們香港 那麼傳統 一定是四年讀完 可以給他更多時間的彈性 所以這個資助 就可以給到一個平台 另外就是那些運動員 在接近退役 例如現在李維斯 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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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是讀體育 還要讀別的 他就是讀一個 他有興趣 他喜歡做那個 讓他退役 其實李維斯 都說還未能退役 他可能讀完 之後再回來 我覺得運動員 其實他們對香港的付出 代表香港出賽比賽 和青少年 得到很多青少年的尊重 他們的毅力 其實可以在書本上寫到很多不同的例子的故事 我覺得政府從教育的角度 應該是需要幫他們 我同意 其實香港很多的運動員 他們花了很多青春 花了他的心機 為香港做了這麼多貢獻 但他那幾年就是他最青春期 他選擇了為香港做些事 其實我們都應該作為香港一份子 我們都希望他 之後他都可以有不同的出路 不論他最後的出路 是做運動員也好 可能他去看體育行業也好 又或者轉去其他行業 他都有多一條出路 也都養到一些年輕人 即是他或者爸爸媽媽 如果我的兒子 或者想做運動員的時候 他都說原來都可以 之後都有出路 沒錯 雷Sir 又想跟你再談談 關於體育科研的項目 我知道今次施政報告 都有特別提出 就是要研究資助一些本地大學 去做一些體育科研 我自己覺得過去聽比較少 其實是不好不好 如果有多一些項目 可以做一些研究 這個從體育發展來說 或者從每一個政策的範疇 單獨來看都需要做 因為每一個政策 例如體育或者文化都好 其實不停向前 究竟現在來講 我們的現象是怎樣 科研去找出現象 或者有些什麼假設的東西 例如我們香港 可能他早有一天發明到 一個單車 可以令李維斯之後的車手 開得更加快 這些產品可以全世界 我早前去過創科博覽 我看到有一個智能的單車頭盔 很多人都開單車 頭盔有後面的迫力燈 轉彎的時候有指揮燈 在頭盔裡面 晚上可以令人更安全 我有一位科研 我有一位朋友做工程師 他研究了一個東西 放油水的時候放在後面 它是GPS的 有一個滴位 他可以告訴你 因為你游水你聽不到 你看不到 他就有一個咪 不知為何有聲音 就播出來 這些東西是不錯的 他全世界賣的 他在網上集資 好像也能賣 所以創新科技方面 跟我們運動 運動其實不要大家想著 一定是競技體育 精英應該是普及的體育 我們普及大家普入大眾去跑 例如你研究到一雙特製的鞋 或者特製衣服的物料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好的發展 或者是怎樣可以提升到 運動員的水平或者能力 都是一些好的科學研究 但剛才你提到的研究基金 現在來說 譬如我們在大學裏面的一個學系 我們申請的研究基金 是跟全港這麼多間大學一起爭 所以能夠成功拿到的比例相對小 其實香港曾經 未成立體育委員會之前 即是2003、2004年之前 當年的空底發展局 它是每年有幾百萬的研究基金 就是給體育學院、大學 給相關的體育總會做些研究 我記得曾經拿到研究基金 也在說20年前 就是幫他們做一些調查 就是看看普羅大眾做了運動之後 他的醫療開支 這個也值得 但這些數據現在我們需要更新 對 這些也有 有研究 因為這幾年 這麼多人開始喜歡做運動 運動又補給化 其實真的值得去說 好 我又想跟你聊聊另一件事 我們有一個倡議 聽聽你的意見 因為我們發覺 坊間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做運動 其實政府應該有多少少的鼓勵性方向 做了運動之後 可能對身體又會好些 醫療開支 這個肯定的 醫療開支又會減少一些 我們提倡過 就是有些體育券 可能他支了一個金額 那體育券 可能不論我來佈場也好 參加比賽也好 買一些專用的運動設備也好 其實我們就覺得這樣 我知道在澳洲就有這些 他又比青年多 但我們就說不如普及一點 你覺得這個有可不可以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錯的建議 反而我覺得可以試點 因為現在施政報告經常提到 未來幾多年之後 我們的長者的組群 都會變成老人家 而在整體社會的政策來說 因為老人家最大的開支就是醫療 而在內地或者在外國也有很多數據 如果在長者的運動來說 現在你給他醫療券去看醫生 其實是 如果醫療券可以讓他做運動 對於他的健康提升了 他的醫療開支 他的病床的次數一定是下跌的 這個在外國已經有數據 在外國統計來說 如果全民健身 包括老中精做得好 整體的醫療開支 可以下降大約是兩個百分點左右 其實兩個百分點一年 都是幾十億的數目 現在很多老人家 我們有時都去到一些木球場 他們現在很流行打的那些 他們都說 我們現在不打麻將 打這個 我覺得他們做這個運動之後 早上做一些運動 也都很考他們的智力 因為他們有很多東西計 還有運動之後 他們的健康好了 整體的能力提升了 對於他的功能的一些體適能 我們叫做整體的肌肉系統來說 因為打麻將不是不好 即是坐得太多 如果打麻將又可以加上運動 大家的社交圈子就會更加闊 對於服務了我們香港這麼久的長者 這個也是對他們的健康好 另外我們有一個我們所發覺 現在香港人很喜歡看球 看國際賽事 當然是好看的 即是NBA、足球、英超 但其實香港有很多本地的比賽都很好看 不過相對起 有少機會可以在很容易的平台上看到 即是不用錢的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電台不如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整個24小時的體育頻度 接著就播一下本地的賽 其實很多香港比賽都很好看 可能不同類型的 跑球、雷球、甚至羽毛球 其實是否相對起少呢 其實你這個方向我覺得很喜歡的 但24小時 在現有的資源來說 可能探索了一些 但可能在學界、地區、社區層面 青少年 你看看日本的那些 剪足球、卡通片 也有很多小朋友去看 這個鞏固我們的社區和地區的文化 這個好 因為媒體其實是一個好的平台 大家有一個互動性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方向 但譬如在執行上高來說 資源上高都是有問題 希望繼續去爭取 多一些投放 最後雷Sir想問問你 今次這份施政報告 真的有不少的體育篇幅 你自己怎樣看這份施政報告 即是在體育項目 你會覺得給他多少分呢 如果只是看今次的施政報告 體育來說 我會給到90分 如果你說看內容來說 回歸以來 我記憶之中 都是蝙蝠是比較多 數字 和是比較全面 特別今年 他很強調 有一部分 是怎樣去支援 這個殘疾人的運動 就是 雙層人士這方面 其實我們經常都強調 共融的社會 透過這個殘疾人的運動 怎樣可以讓市民認識到 大家其實都是共融 大家互相包容 所以都是一個幾全面的施政報告 體育這部分 我也認同 我覺得今次的施政報告 關於體育項目的涉領是多的 不過我經常都看了這麼大份施政報告 我覺得其中一樣重要的 就是怎樣慢慢去落實得好 因為除了大政策之外 也要有很多不同的持分者 包括大學機構 去到一些地區層面 有不同的體育會 怎樣好好善用這些資源 不要做了浪費 或者用不到 這樣就浪費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譬如由你們地區開始 將體育在區議會的層面 更加確闊 普及或者在大陸的層面 這個譬如做了一個地區 其實就是一個18區的縮影 可以由你們地區開始做起都可以 是啊,好啊 阿文好啊 今天就很感謝雷Sir接受訪問 我還有很多話想跟他說 下次有機會再向雷Sir請教 多謝大家了 多謝雷Sir 拜拜 多謝雷Sir 我跑得怎麼樣 嘩,不錯啊 Vin Sir 是嗎? OK,我 感覺良不良好啊 好啊,好啊 這個地方很舒服啊 哈哈 早安